真的是各出齐招 只要能把信息传递过去 今天我们这场沉浸式读书会 就要让各位书友 一起来感受学以致用 怎么样把情报 信息有用的传递出去 让对方接收得到 这个环节 别抱贫传 转正宗 用名传三宗 不要说出来吧 考验一下大家 传递情报的能力 我第一次 我第一次玩这个 真的 不会吧 我第一次玩这个 好 请后面四位戴上耳机 这是谍战剧片段的 台词传递 好 好刺激 好刺激 月月往后站点 不能看 月月往后站点 月月 来吧 特哥 我们看一下你要传递的片段 你个重色轻妖 谁 你 我什么 重色轻妖 我重色 对 还轻妖 这打哪论的呀你 上次爆炸的时候 你只管白灵同志 根本没管我 我没喊吗 我都飞出去了 你都没喊 你确实没有喊 而且我的头 现在还疼 我一上开 你磕的 一人分是三角 谍报评传 传递开始 三个字 我可以说话吗 你可以 三个字 点 地 地 地 站着吧 你 什么 换位嘉宾 可不可以 这样子 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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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重色轻妖 谁 你重色轻妖 你 我什么 重色轻妖 我重色 对 我还挺有 是 这哪论的呀 这 你上次爆炸的时候 你只管白灵同志 根本没管我 我没喊吗 我都飞出去了 你都没喊 你确实没有喊 而且我的头 现在还疼 为什么呀 你磕的 这是全部剧情 争取多记几句 我的妈呀 真的 你是有史以来玩的最难的一次 你能说话 反正我接收到的信息 我全部都告诉你 好吧 我能记多少记多少 这是个比划我猜的游戏吗 不是 三个字 大概我刚才领略到的意思是你我她的意思 好像有三个人在对话 好的 你重色轻油 你重色轻油 我没有重色轻油 你就是重色轻油 我重色轻油 对 你重色 我重色 你轻油 我轻油 对 上次爆炸的时候 还是爆炸的时候 上次爆炸的时候 你说 她看一下 你重色轻油 当时这时就变成了 我还没有出现了 对 你重色轻油 我还没重色轻油 就是糖 我也没有 我重色轻油 你重色轻油 我重色轻油 你重色 我重色 你轻油 我轻油 然后就是 上次爆炸的时候 还不是这样的呢 哗一下就 上次爆炸的时候 三个人传到这儿 他说 你重色轻油 我重色轻油 你重色轻油 我重色轻油 这不四句不一句话吗 他说了好几遍 然后他说 你轻油 我轻油 然后有一个人 又有个炸弹 然后绑下了 等一刻 你挡着门也没别的了 就这点空气 说说最终答案吧 刚才其实台词还不少 我想象应该是 就是俩人吵起来了 然后你重色轻油 我重色轻油 对 就是你重色轻油 妈呀 我重色轻油 不 有没有多一点的字 重色轻油 我们只能算四个字 你在说什么 你觉得我重色轻油 你认为我是那样的人吗 朋友 是我一生最重要的人 你觉得我可能 重色轻油吗 如果你不重色轻油的话 为什么这件事情 他知道 我不知道 就这么地吧 你觉得自己能对多少个字 八九个呢 总共十个字呢 十个字 十个字算多的吗 十个字非常多 但是咱们这一派 没有外国友人 咱们达成 这比外国友人还难呢 这个是吗 哈哈哈